通过苏联摄影师的镜头 站在天安门城楼 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天安门广场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 远没有今天那样雄伟壮观 城楼下的长安街还没有拓宽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也没有拆除 即便如此 人头攒动 红旗招展的广场 看起来仍然激动人心 气氛热烈 下午2点55分 毛泽东率领其他中央领导人 登上休憩一心的天安门城楼 别在上衣左侧的烫金红绸带上 赫然写着主席两个字 此时的毛泽东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在一天前闭幕的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下午三点整 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按既定方案 在升国旗 奏国歌 名礼炮等缓解之后 毛泽东亲自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向全世界庄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华人民政府律政华人民保护 孟大元 舒桑 奏国平民政府全世界大俗民国 新华人民共和国 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地 我们发现很多人的胸前都佩戴有一枚中间有红旗图案的徽章 其实这并不是开国大典的纪念徽章 它是1949年7月由新政协筹备会制定通过 后经毛泽东批准 于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首次正式使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显然佩戴这种徽章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士 应该是刚刚参加过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 开国大典进行时 从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各界民主人士与新中国缔造者们站在一起 亲切交谈 不分彼此 新成立的中央政府 终于实现了1945年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 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 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 自由 民主 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愿望 在随后举行的激动人心的阅兵式上 我们看到了有些特别的一幕 参加阅兵的徒步方队 竟然没有使用中式阅兵中威武霸且的正步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本华北军区司令部 在1949年6月翻演的《智士教练》 当年开国大典徒步方队训练时 参考的就是这本小册子 所谓智士教练 就是严格按条令 校犯规定的标准训练内容 和智士动作所进行的教练 具体到队列训练中 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军事动作 养成整齐划衣的队列习惯 虽然战斗频繁 环境艰苦 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人民军队一直都没有停下编写 翻印智士教练的脚步 虽然一些内容参考并沿袭了 国民党步兵操点 但部队仍然根据实际情况 对很多内容进行了修改与调整 这名翻译名叫毛岸英 是毛泽东与杨开会的第一个儿子 农民们正在历声喝斥地主 控诉几十年来 地主对他们的残酷剥削 如果你想观看本片四十分钟完整版 请加入会员频道 您可以在电脑端点击下方加入键 或点击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那里有更多左右视频原创的纪录片 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